大家好,我是林松 在澳洲這裡又跟大家做這次的節目 今天其實一早我就已經看到有關周庭的新聞 已經在第一時間看到了 不過我就看一下各方面的反應,看一下怎樣怎樣 跟著已經在YouTube上說有多少人在說周庭這件事 到下午我已經看到香港的警方那邊 筆點名就在譴責周庭筆點名 其實真的有點閃縮的 不過香港警方是不是都要做些事?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就是湯家驊又出來說話 湯家驊又出來說話我覺得非常好笑的 他不說話可能更好,說了更好笑的 那我今天會為曉著這幾件事來講 其實周庭呢,原來剛剛27歲生日 27歲生日,他出來了都值得跟他慶祝 在這裡我特別祝周庭27歲生日快樂 說到他在香港那段遭遇 那些遭遇其實我都想起我當年讀大學 和我一些大學同學的一些經歷 所以我今晚都會講一講這方面的事 好了,我現在首先就講講香港警方那邊最新的消息 香港警方我想他其實都有心理準備的了 你放得周庭出來,放得他去加拿大 怎麽會不預料他不回去 怎麽會預料周庭不會講話 那其實呢,我猜香港警方應該有這個準備的了 就是做好兩手的準備,然後才放他出來,放他去加拿大 那香港警方這次的一個做法呢 他又很有趣說,他不點名這樣去批評周庭 好像又不想捧他,如果點了他的名字 好像捧他,捧他成為一個明星 其實周庭呢,現在已經是作為一個 這個是不是都是民運的明星的了 被譽為香港的女兒,香港民主運動的女神 那,看看警方怎麽樣說先 警方,我現在看到這個是香港警方的網頁來的 就是香港政府新聞網 那他那個大字標題就說 警方譴責公然表示棄保潛逃行為 那那個新聞稿的內容呢 是香港政府的新聞稿來的 最近有人在社交媒體表示 當時不會按時向警方報道 警方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紀的不負責行為 呼籲當事人懸崖勒馬 不要走上不歸路 一生背負逃犯之名 這個香港政府那個新聞稿 他就說,該名女子 沒有點名,大家都心肆肚明 是在說周庭的了 他說該名女子 2020年8月10日 因為涉嫌違反勾結外國勢力罪 被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拘捕 其後在同年年底至2021年年中 因為其他案件入獄 出獄之後繼續接受國安處保釋後查 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副表義 限制該女子離境期間 他每次軍案時向警方報道態度合作 那麼這個 較早前他就說向警方透露 希望能到外地升學 並提供文件證明已獲取錄 因此國安處九月向他發回旅遊證件 延長保釋至本月 這個就是香港特區政府 政府新聞網所發出來的 就說警方譴責 譴責周庭,沒有點名 沒有點名的譴責周庭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你香港國安處香港警方既然放得周庭出來 不會 不預料他會走路 其實這個不是叫走路 是光明正大離開 其實國安處警方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看回整個形勢 真的 你香港特區政府 國安處或者中共都好 你抓了那麼多人 你繼續抓在那裡 其實還被國際去譴責你 你現在這樣就放這個周庭出來 其實是不是叫做緩和一下 大家都好做些這樣呢 你放了他出來 那外面國際社會又少一個譴責你的理由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我就覺得 你香港警方也好 高層 中共也好 你放得誰出來 你要預料他會點點點 你要做好兩手準備 這個一定會的 這個怎麼會不會 那我覺得 看回香港警方這個譴責 他就不點名 就是不想製造一個明星出來 不要捧周庭了 他這個呼籲 呼籲當事人懸崖勒馬 不要走上不歸老 一生背負逃犯之名 其實周庭 你這邊你說他是逃犯 香港人覺得他是逃犯 香港人覺得他是英雄 香港的女兒 香港的女神 所以我說懸崖勒馬 不要走上不歸老 其實這番這樣的說話 這幾個形容詞 是不是應該是 講給 香港警方 香港國安處 香港特區政府 受到國際 列入制裁名單那些人去講 就是你們對香港做了一些 不是說香港以前 慣常的做法的事情 將香港搞成這樣變成這樣 你們這些高官 或者這個總之是決策的人 是不是應該懸崖勒馬 不要令到 表面上令到香港變成這樣 其實是令到你們自己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背負些什麼名字呢 你們 心中有數 這個所謂的 講這個周庭 所謂的涉嫌違反外國勢力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些是莫須有之罪的 勾結外國勢力 真是不輪到香港人 勾結外國勢力 最典型最成功 是中國共產黨 勾結蘇聯 當年 從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到四十年代 甚至到現在 是勾結外國勢力 最成功 最典型的 就是勾結蘇聯 勾結俄羅斯 這些才是最典型的 這個所謂香港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副表 這些其實呢 這些法律呢 這些是不是叫法治呢 真的這些不是叫法治 這些是人治來的 如果你說這些叫法治 明朝 清朝 很多那些 那些家法 那些 王法 是不是那些王法 都是叫法治呢 所以這些很搞笑的 這些 英文上是rule of law 法治 和這個rule by law rule by law 就是假的法治之名 那現在這個呢 其實假的法治之名 真是香港人 大家心中有數 甚至香港法官 香港的律師 你心知肚明的這些東西 不過呢 這次我覺得周庭呢 真的 其實是有關方面放他一馬 放他出來的 其實 你只給了一個旅遊證件給周庭出來 表面上是讀書啦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香港政府其實都要請示過北京中央的 然後呢 真的被周庭出來 大家都預料他不會回去的了 不過就是說 減少一個被這個 國際制裁你香港特區政府 或者是制裁北京中央 制裁有關的高官 減少少一個理由 讓他 什麼 拘捕了周庭 怎樣怎樣 那現在放一個出來 那試一下這個水溫 那我覺得今天呢 我就是由早上收到這個消息 說周庭這個 在加拿大 那我就看一下 咦 有些什麼反應呢 看到在Youtube 就很多人馬上說 那跟著呢 那這個下午就這個 香港警方 又 又這樣的 筆點名譴責周庭 這些我覺得是循例的 我覺得最搞笑的就是湯家驊 湯家驊就出身民主派啦 那後來他那個 他所做的事情 他的走向呢 已經被很多人非議 那這次他又 咦 急不及待 這樣有個發言 我覺得很搞笑的 我看一下 他講什麼呢 湯家驊呢 湯家驊呢 湯家驊這位大律師 那 看一下先 他怎樣說先 那我就看到這個新聞 就 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今天就表示 他說沒有聽聞 保釋條件 要求疑犯到內地一日有 但是相信這個是警方和周庭協商後 雙方都同意的保釋條件 當中涉及出境 就更需要小心處理 湯家驊指出 現在仍有的疑問呢 到底警方保釋條件 只是讓周庭出外留學 還是決定不將他起訴呢 警方可以講清楚 以免帶來誤解 這段說話呢 就是湯家驊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所說的 對傳媒說 我就覺得奇怪喔 他這樣說 他是不是不熟悉中共的做法呢 或者他覺得現在香港 香港就未至於好像中國大陸那樣 那 那 整段事情真的很有趣 其實香港警方 國安處就安排周庭去這個 大陸那裡了解祖國的偉大發展 這個真的不是香港做法 這個是大陸的做法 但是湯家驊是不是還活在這個 港英年代 他不知道現在香港的情況 不知道香港變成這樣 香港已經大陸化了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 國際的什麼 金融中心 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中心為止 是為止來的 所以湯家驊的說法 他覺得很搞笑喔 你湯家驊你還活在港英年代 你不知道現在香港變成這樣 香港已經大陸化了 有一段時間的了 這個湯家驊 他說 未聽聞保釋條件 是要求疑犯到內地一日游 很搞笑 那他真的很背 他未聽聞 他又覺得這個是保釋條件 他又覺得這個是保釋條件 來的 那就隨你怎麼說的 是警方和周庭協商後 雙方都同意的保釋條件 那你周庭想出來嘛 有得你不同意的嗎 如果你不同意這個 去內地一日游 那你用不需要止意可以離開香港 出來去加拿大呢 可以不可以呢 你湯家驊很搞笑喔 這樣 就是那些IQ 不過很難說了 你不要說別人IQ 這些東西 你做得這樣的位置 算是對傳媒說了幾句話 我看回近年 其實呢 因為2019年 我在澳洲這裡 我都真的被人質問的 我的立場是公開的 我從來沒有隱瞞我的立場 那2019年我在澳洲 都被一些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都是有一句有特定立場的人 就問我 他說你也有立場 其實你也有立場 你這樣問我 不是你自己也有特定立場 這樣 這樣跟我說 他說 喂 你林某 怎樣怎樣怎樣 你呢 應該去 偉大的祖國去旅遊一下 看看現在的偉大的祖國的發展 那你就知道 現在的祖國是多麼好 這樣 那 不是好像現在周庭面對 就是他要離開香港 那就給別人 那些國安 五個國安 就 帶他去這個大陸那裡 就看看偉大祖國的發展 那這些是近年的造化來的 那對於一些 就是 經常 就是 怎樣 是不是講 就是他們 那邊 那些權貴階層 不認為你的 有些異議 那些想法 跟他們不對 經常說些什麼 不是說好 香港故事 不是說好中國故事 那樣 那就安排你去看看 祖國的偉大發展 讓你覺得那些祖國現在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偉大 所以那些以前認識的東西 全部都是錯的 不要說祖國的黑暗面 說就要說說好的故事 說好東西 不要說壞東西 哎 哎 哎 2019年 我收過這些電話的 我 在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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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香港 有人故意這樣打電話叫我 哎 你去中國大陸看看啊 看看祖國的偉大發展啊 那你就會改變你的看法 問我的人呢 他們真是不知道呢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 都在偉大祖國那裡生活過的 當然你可以說 喂 你當年的生活和現在不同而已 這樣 哇 你現在看看問一下 現在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 他們的看法可能 還有什麼呢 咦 我啊 現在在中國大陸那些人 因為我在中國大陸很多老朋友 還保持有聯絡的 哇 我看到那些 那些本來最保守 最保守的 認識的一些親友 都看到媽媽聲 特別這幾年 看到媽媽聲 在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上面 裡面生活的人 那你可以知道現在變成怎樣了 那 我就說一下 看一下先 今天這個 那個 剛才說了這個 警方不點名 譴責周庭 湯家華 真是 癡人說夢 哇 真是 這些 講笑話在那裡 那 周庭呢 我看一下先 永不回港 這些 那 我覺得香港警方 還有 國安處那邊 應該都預了的了 這樣 不過大家就好做些 這樣解 大家都給對方一個 是不是叫做 落臺街呢 我找一下先 看一下先 周庭呢 就過生日 真是我要再三祝福周庭呢 二十七歲生日 這個呢 不單止公祝周庭呢 生日快樂 那麼簡單 而是公祝周庭呢 可以 自由自在 過一個呢 是 自由自在的 快樂生日 這個是我對周庭的祝福 又希望香港人呢 人人都可以過到一個 自由自在的生日 自由自在的 每一天 我看回周庭今天 其實是二十個小時之前 因為他在加拿大那個時間 跟我們這個 在澳洲的時間 就有個時差 就差很遠了 我們今天 就是他昨天 周庭那裡寫呢 就說 好久 很久沒見了 大家這幾年過得好嘛 有繼續努力生活 繼續善良 這幾年 我想 我和你們一樣 都經歷了 很多轉變 2020年 11月23號 周庭說 因為警總案開始還押 之後就被捕入獄 判案呢 僅僅是十個月 而現在的標準來看呢 這個已經是相當之短的了 縱使是這樣 監禁期間 周庭都一直希望 一直很害怕 一直很害怕 自己沒有辦法出獄 因為自己在那年的八月 因為國安法被捕 如果在扶刑期間被起訴呢 就不知道何年何月 才能夠重獲自由 直至出獄前的最後一晚 周庭仍然被無法出獄的想像 和恐怖重重包圍 也總是想起國安去搜屋 判刑被鎖上搜購 脫光衣服 除了衣服 被懲教人員檢查等等的情景 這些其實是侮辱 除了衣服 是刻意故意對人的侮辱 周庭華這一切都是自己失去自由的證明 周庭華幸運這樣 自己能夠在2021年6月離開監獄 心中的恐懼和不安 卻絲毫無消失 出獄之後 他仍然需要遵守國安法的擔保條件 需要定期報道 護照也一直被沒收 不能出境 按照國安法的程序 每三個月 國安都會要求他 簽署一份扣留旅遊證件通知書 通知他護照會被多扣留三個月 三個月又三個月 三個月又三個月 我想提醒一下 這些不是原本香港的法律來的 香港或者普通法的國家 你不是好像隨便那樣 警方單方面決定 就可以扣留你的護照和旅遊證件 通常的做法應該是經過法庭的審理 由法官去作出這個說 現在要扣留你這個護照 扣留你這個旅遊證件 是由法庭去做的 現在這次這個是沒有經過法庭 是由這個警方國安那方面 說這些做法其實是 真是大陸化 香港大陸化 其實這是中共一向的做法 中共覺得護照是屬於他的 不是屬於你的 雖然護照的名字是寫了你的 好像我們去大陸旅行 去住什麼那些酒店 就要放下那個證件的 你去其他的西方國家旅遊 你怎麼會說在西方國家 要扣留你的那個旅遊證件 護照要放下那個酒店的櫃檔 這裡就是開華潮 我看看周庭寫這個東西 我看看 我看看 我把它放大一點看看 這個 他說他的護照三個月又三個月 每次報到 他都擔心會隨時再被拘捕 即使回到家裡 也總是在想像著 國安會不會在某一個清晨 好像上次這樣 去敲他家裡的門 甚至試圖把他那個門的鎖 撬爛破門入屋 再次用某一個罪名 將他帶走 這些罪名真是莫須有的 現在在香港 他說每天這些想像 都會在自己的腦海裡湧現 而自己除了大哭 崩潰 戰鬥 又或者和朋友 講他自己的恐懼 他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什麼都做不到 周庭說 後來隨著症狀 他有一些這樣的憂慮症 抑鬱症 越來越多 情況越來越嚴重 經過醫生診斷 他就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叫做 焦慮症 驚恐症 創傷後遺力症 抑鬱症 他說幾個情緒病混雜 令到自己身心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而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無處可逃 時間慢慢過去 出獄幾年 他自己沒有做任何公開活動 沒有參與政治 也沒有再跟從前的朋友聯絡 只能夠在直正中等待 但是他自己仍然沒有獲得出境的權利 護照沒有發還 有時候國安還會在報導時關心一下他的狀況 問一下他的收入、工作、家庭、人際關係 就好像每隔一段時間都有人提醒你 你沒有從獲自由 仍然受到監察 不要試圖做些什麼事 周庭都說當然他自己都沒有啦 只是戰戰兢兢的生活 周庭說定期報導去見國安 部分自由被剝奪情緒不穩 民主派政治人物的身份 為生活帶來種種的限制 再加上無止境的等待 他的心理狀態每放月下 2023年是他的情緒、身體最差的一年 周庭說面對這麼複雜的環境 他今年年初也作出一個重要的決定 就是報讀碩士課程 在這幾年固然也有不少新的經驗 但是自覺浪費了青春 就算機會不大 都要遲事申請去海外留學 總好過無了期的等待 或坐以待八月來得好 決定倉絲 急急寫了他的報告和CV 最後就慶幸獲得加拿大一間大學的取錄 然後周庭就拿著大學的Conditional Offer 接受他 就向國安提交了申請 申請過程裡面 國安就要求他提交大學學科時間表、宿舍 過數一下交學費的紀錄等等資料 又面見他查問他報讀課程的原因 國安更加要求他寫下悔過書 這個悔過書 香港以前真的沒有這件事的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做法 中國大陸一貫的做法 中共一貫的做法 所以講到這裡 我就有些很深切的體會 因為我為什麼 這次的標題和小標題都提到 就說周庭這次的經歷 其實我想起我當年自己的經歷 還有我的同學的經歷 我就沒有被要求社會過書 不過我有些同學 大學的同學被要求社會過書 所以這些是中共一貫的傳統 中共一貫的習慣 我一看就知道了 周庭面對這些香港國安 其實這些是大陸中共一貫的做法 那些是不是香港警察都成問題 或者被洗腦的香港警察 我這些語言 這些說法又是比較叫做 好了 不過我在澳洲 在香港就不可以說這些 所以我很珍惜在澳洲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的 有這個西方社會的一個 是不是叫保障呢 權利呢 好了 我繼續說說周庭她說什麼先 她就被香港的國安要求她寫悔過書 就說她自己過往對政治參與感到後悔 今後不會再參與 也不會和相關的人士 包括學問和眾志的成員聯絡 在國安面前呢 如果不願意作出一些妥協呢 或者不願意和警方合作呢 就是輕的就會失去了讀書的機會 重的就不能夠離開警署 當時她只希望可以安全地離開香港升學 唉 所以這些呢 那一會兒 所以我才想說說呢 我和我大學同學的一些經歷 其實真是很類似很類似的 我看回一下周庭呢 她有兩篇的留言的 在這個網上 Instagram 上面呢 提到就是她第一篇留言 跟著第二篇留言 是二十個小時之前寫的 她就說經過多重關卡 她今年的七月初呢 就是國安就說了 如果她想去加拿大升學 有一個條件 跟他們 就是跟這些國安 翻一次大陸 就是由香港警務處 國安處人員 還有保護 其實這些真的是保護來的 我都覺得 去這個中國大陸 有很多人覺得呢 就說 如果你給一些人這樣 就是 那些國安啊 警察啊 綁住你 去哪裡去哪裡 就是如果你從一個悲觀的角度 就說你被人家監視 但是從一個好的角度來講呢 我有時候我會從一些樂觀的角度 你好像在大陸啊 大陸你隨時遇到一些什麼問題啊 安全問題啊 一會兒被人家搶東西啊 一會兒被人家飆心啊 一會兒就說什麼 綁架了 不知道去了緬甸 那你就慘了 那有國安放著你 真是好事來的 真是有保鏢啊 等於說你義務有保鏢 你看 習近平啊 那些什麼高官出訪 才有保鏢的 就說你一個普通的香港小市民 居然有五個國安做你保鏢啊 比你一個人回大陸 你如果一個人回大陸 隨時就 什麼人間蒸發失蹤都不出奇啊 所以我覺得 好事啊 有五個國安綁住你啊 五個不是一個不是兩個 有五個啊 都幾 幾穩陣的啊 好了 那 國安呢 就安排他 跟他一齊申請回鄉證 然後一齊去深圳一日 一日而已啊 在深圳很近而已 不用過夜 那呢 說完成了這個一日遊之後呢 就把護照給他 那他只需要在大學假期的時候 就回香港報導就可以了 那周庭就說 在國安面前呢 他其實是沒有拒絕的權利 真的沒有得拒絕的 這些 你拒絕就是說 你不服從 不服從就是你沒有得選擇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這裡補充一句插一句說一下 就是 早前不是說 香港公報完有五百多人呢 就不肯宣誓就辭職辭職 那就是什麼呢 那我看到就說 在中國大陸有些人說 喂 什麼你香港人這麼認真的 當宣誓是真的 在中國大陸 每個人都覺得 就是當這些宣誓是吃生菜的 所以說 有時候覺得很搞笑 就是香港人和中國大陸那些人 真的是有分別 是有差別在那裡的 香港人 當宣誓是真的 中國大陸那些人 很多人覺得宣誓當是吃生菜 好像有一些親友 在中國大陸來澳洲 宣誓入籍 喂 你宣誓效忠澳洲 宣誓完之後 那時候就說 我仍然是中國人 我熱愛這個祖國中國 這樣 唉 真的 就當宣誓吃生菜 好了 我繼續說回周庭這件事先 那周庭就說 唉 他沒有辦法 不聽這些國安的說話 那他就說 萬一有什麼事情 他就是主動送中 不過在那段時間 因為心裡面非常恐懼 擔心所有的事呢 都會是自己的罪行 你真是不知道的 因為這些捉了你呢 雖然說放了你出來 你隨時都不知道 哪一天又再來捉過你 捉過之後是不是會放你呢 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好像現在你問說 黎智英什麼時候會放出來呢 沒有人知道 連黎智英自己都不知道 搜他的獄卒都沒有人知道 可能連香港政府高層都沒有人知道 可能只是 是不是習近平知不知道 不過習近平都不會去想這些 那你不想這些 根本就連習近平自己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放黎智英出來 唉 好了 那看回周庭她說 她說八月的某一天 她就在五個香港國安人員的陪同之下 就是保護著她 就一起去中國大陸 保護好的 就免得被人去到中國大陸綁架 搶東西 輕盜被人搶東西 重的就綁架 那就大件事了 一人消失了 綁架去緬甸 那就大件事了 好了 她說她那一天 一大早就出發 她就拿著 就申請 剛剛申請到回鄉證就過境 唉 她想不到 一直夢寐求出境離開香港 竟然就去了中國大陸先 她說如果能夠順利回去香港呢 國安會不會承諾呢 履行承諾呢 交回個護照給她呢 當時她都不知道 心情很複雜 那當日呢 她除了一些吃喝玩樂的行程 她就被國安安排參觀 改革開放展覽 所以我才想起2019年 我在澳洲 有位女士打電話給我 就是 其實她想我去看一下 這些中國改革開放展覽 就說安排我去這個偉大的祖國 這樣 看一下祖國的發展 這樣 當然是安排去看一下 這些改革開放展覽 好了 周庭說呢 就是去看一下這個展覽 了解中國和共產黨的發展 以及 歷代領導人的輝煌成就 之後她又被安排去到騰訊的總部 了解祖國的科技發展 哇 騰訊真的都挺威嚇的 這個什麼微信 微信 可以有些什麼特別的功能 都會看你看得很緊的 好了 那周庭就說她從不否定中國的經濟發展 一個如此強大的國家 要將爭取民主的人送入監牢 限制出入境自由 還要求進入中國大陸參觀愛國展覽 作為拿回護照的交換條件 這個何嘗不是一種脆弱呢 周庭說整個行程裡面 雖然沒有安排面見任何官員 黨員也沒有接受公安部 大陸的公安部的盤暗 但是她自己感到自己全程是一直被監視 就是陪同她的國安處人員 說她曾經跟當地的對口單位交頭接議 那些國安人員 在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和騰訊總部這些重點行程的時候 她也有被要求和展覽的那些燈箱 那些logo打卡合照 隨行的深圳那邊人的司機 她也不斷拍她的照片 這些我想都不是普通司機來的 就是富有特殊任務的司機 她說如果她一直保持沉默的那些照片 就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她愛國的證據 那這種恐懼就是這樣有形 不少香港人會北上娛樂消費 而周庭她自己就是被迫去中國大陸 去換取出境讀書的機會 令到她自己感到非常諷刺 那麼她從深圳回到香港 她再次被國安要求寫下 感謝警方安排 使我能了解祖國的偉大發展 要寫下這些信 什麼悔過書寫這些信 所以我才說我想起我當年 我當年我是第一批香港學生 去中國大陸的第一批 所以我這個感受很深 有些同學就是 又不是要寫會過書 又是寫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我一看就已經知道怎麼回事了 這些不是香港的習慣 不是香港警方的習慣 這些是偉大祖國公安的習慣 好了 周庭都說了 她說這類的親筆信件 她說其實幾個月寫了很多封的了 最後她在九月中 今年的九月中 就順利離開香港 就去到加拿大多倫多升學 她的護照是出發之前的一天才收到 她說不知不覺間 她已經離開香港差不多三個月了 第一個學期逆章快要結束 所以她就告訴大家 原定她就要在十二月底下放假 那就要回到香港向這個 警方報道 但是她經過深思熟慮 包括考慮到香港現在的形勢 自身安全 她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她決定不再回去報道 極大確 這個周庭說大概一輩子不會回去了 這個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 支持周庭的人都不會希望她回到香港 我相信香港警方 國安香港特區政府 你讓周庭離開香港 你都預了這件事的 雖然口頭上你 警方香港特區政府 可能你不可以說到外面要承認這件事的 但是你預了她走的了 周庭就說她決定不回去報道了 大約一輩子都不會回去了 其實這個 其實很多時候 近幾年都有人問我 你會不會回到香港 你不會回到香港 都不用問 其實我很多年前我已經 沒有想著回到香港 我最後一次回到香港是 2018年 2019年那個反送中運動都沒有開始 就是2018年我最後一次回到香港 我最後一次回到香港 那些落後的地方 你想不想去監獄 你想不想去地獄 當然不想 問這個問題 其實有多餘 答案大家心知肚明 不用問 說得多 可能我越講越過火 好了 好了 看看周庭這裏 看看她的留言 她怎麼寫 她說主要的原因 她不回到香港的原因 如果她回到香港報道 那國安呢 即使不拘捕或者收她的護照 也有可能好像之前那樣 又提出一些條件 或者進行問話 而她需要滿足他們 才能夠 就是要滿足那些國安的要求 才能夠再回到加拿大 即使12月底 周庭回到香港 國安不會這樣做 明年呢 明年再回到香港的時候 隨著香港形勢變得更嚴峻 那他們都隨時可以再以調查為理由 禁止周庭出境 所以周庭就說 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 不想再被迫去中國大陸 她說這樣呢 即使自己人安全身體心靈也會崩潰 即是如果在香港去中國大陸這樣 她就解釋 不是最初就有這樣的打算的 在香港的時候 她完全沒有思考過 會不會回到香港的問題 因為連自己 是不是順利出境 都不清楚 所以她自己根本沒有心思思考 之後的事是怎樣 可以去外國留學已經很不容易了 去到加拿大安頓下來之後 才再慢慢開始思考12月的事 在得出答案之前呢 她還買了12月回香港的機票 所以如果有人說她處心積累欺騙國安 這些是絕對錯誤的陳述 她說這幾年切身的感受到 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多麼可貴的東西 將來要有很多未知 但是可以知道的是 她終於不用再為了會不會被捕而去擔憂 也可以說想說的話 做想做的事 在加拿大學習和療傷的同時 她希望能夠重拾過去 因為情緒病和種種壓力 而放下的興趣 好好建立屬於自己的節奏 自由 來得不易 在擔驚受怕的日常中 更加珍惜所有 沒有遺忘自己 關心自己 愛自己的人 願我們能夠在不久的將來重聚 好好擁抱彼此 這是周庭寫在26歲的最後那天 在多倫多 她現在終於過27歲 可以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日 所以我都很祝福周庭 永不回港 大家都希望她 總之自由是最重要的了 是不是回到香港呢 除非這個香港真是回到以前的香港 我剛剛看到 有個剛剛的新聞 這個剛剛的新聞 香港政府說依法追捕 就勸喻周庭回頭市民 剛剛從電腦彈出來的 哇 新鮮熱辣 我先聽她說什麼 香港政府今晚發出嚴正聲明 只因為涉嫌違反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被警務處國家安全署 拘捕的周庭 現在這個點了名了 公然在社交媒體表示 將會棄補潛逃 罔顧法紀 特區政府會全力依法追捕 並且嚴厲譴責這些畏罪潛逃 畏罪潛逃 那麼 看看 看看先 他說 這些 香港特區政府最新的消息 重申任何逃犯都不要妄想潛逃 對方來說 這麼絕 好了 政府表示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 周庭公然表示 將無視警務處的保釋條件 誠信徹底破殺 誠信 香港特區政府跟我們講誠信 喂 北京中央中英聯合聲明那些誠信去了哪裡 北京中央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說 香港九七之後 除了這個國防 除了這個國防 和這個外交 是由北京中央去管轄之外 其他的事情 就實行港人治港一國兩制 現在還有沒有一國兩制呢 表面上 有什麼過年過節 就說有這個一國兩制 實際上就 你看看連這些這樣的 警方的做法 社會過書 已經是大陸化了 怎麼會還有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一 唉 所以我看一下這些 有時候這些說法 真的很好 好諷刺 雙重標準 好搞笑 講誠信 你就要求別人誠信 你自己又不誠信 那怎麼樣 連一國兩制都沒有了 港人治港變成是 這些是用大陸人 中國大陸的方式去治港呀 香港政府表示 這個誠信徹底破產 講周庭 香港政府指責周庭 又說從沒有認真面對 他自己涉嫌違反法紀的所作所為 誰是違反法紀的 其實這些真是很搞笑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違反基本法 基本法是承諾賦予香港人有雙普選的 誰是違反啊 現在 好了 香港特區政府在這裡說 周庭試圖逃避法律 後果無論周庭以任何種理由 借口堆砌或者嘗試欺騙同情 都沒有辦法遮掩他虛偽羞恥行為 以及目無法紀的本質 這些說話 你不要跟我們這些人說 不要跟香港人說 不要跟周庭啊 世人說 遮掩虛偽的羞恥行為 和目無法紀的本質 我們看到這些行為 這些遮掩的行為 香港人真的 香港人的誠信 我都說了 五百多個公務員都不肯宣誓 其實可以當宣誓吃生菜的 你好像中國大陸的人 宣誓當是吃生菜而已 很簡單 所以這些沒有辦法遮掩這個虛偽的 手指行為 目無法紀的本質 這番說話 不是對香港人說的 這番說話 對哪些人說呢 唉 好了 我看看 香港政府今晚最新鮮熱辣的新聞 說危害國家安全是極其嚴重的罪行 特區政府會全力打擊追究到底 任何逃犯都不要妄想 潛逃來說就可以逃避刑責 逃犯除非自首 否則會被終身追捕 聲明說 香港特區政府勸喻周庭回頭事案 和警方合作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改過自身 否則將泥足深陷後悔莫及 不知哪個後悔莫及呢 以外交部是不是都有的東西 我看一下這個新聞 外交部說新鮮熱辣 是啊 外交部都 看看先 幾點鐘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 這麼新鮮熱辣的 這則新聞我看看先 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說 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治的不負責任行為 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任何違法犯罪行為 必然受到法律懲罪 喂 我看一下近年 由這個什麼 梁振英 或涉嫌 是不是有一些 和澳洲這裡有一些錢的 什麼不知什麼問題 那香港的律政司說 不用查了 不要查了 到香港的警察 這幾年的一些 涉嫌違反一些什麼刑事罪行 都不用查 都放了 只要你是做警察就可以了 你做警察 很多時候 就是你犯了些什麼事情 有關方面 有隻眼開 隻眼閉 律政署那方面 就 唉 不用檢控 這樣 這些我們看了很多這些新聞 不是我做嚴 不是我說出來的 我看新聞 新聞是這樣說的 是律政司真的放過很多犯法的警察 那又怎麼樣 那你現在外交部這些 真是官自兩個口 雙重標準 這些真是雙重標準 香港特區政府又發了這樣的譴責 然後 連北京外交部溫文 汪文斌 很搞笑的 他的樣子很嚴肅的 他出來說話很嚴肅的 不過說那些事情 真的 我又想起那個時候 好像伊拉克 伊拉克那個撒達姆侯 因為有個外交部發言人 有時候對記者說話 也是很嚴肅的 就是那些美軍已經打到他門口了 他還很嚴肅的跟記者說話 唉 真是 真是小丑來的 真是小丑來的 所以我其實想說一下 社會過書這件事 我當年我是第一批的香港學生 就去中國大陸 我那時候還見過 這個習近平的老爸 這個學校的習慣分 那見過很多的廣東省那些高級領導人 那我為什麼要提一下這個呢 我最近就被那些大學的校友 踢出那個微信群 我覺得很搞笑 我們現在在澳洲 澳洲不是中國大陸 那 就是來自中國大陸那些人 仍然活在一個井裡面 井底之外 活在一個微信的世界 覺得他們在微信做的事情 就隨時就會犯了 不是犯了澳洲的法律 是犯中國大陸的法律 隨時被人家 什麼什麼這樣 那有些小粉紅 五毛真是害怕的 那我發錯了一段事情 就被那些小粉紅刀背脊 因為我那幫新聞系那幫大學的同學 很夠膽的 在微信群裡面 我們不怕被封 現在根本就不會封群 不會封群 我居然就被 這裡澳洲大學校友 在那個群裡 微信群就被踢出來 還搞笑 我被踢出來之後 跟著呢 就出了個通告 就說 如果以後有些什麼人 就有一次警告機會 有一次警告機會之後 然後才會被踢出來 我就連那次警告機會都沒有 踢就踢的了 說踢就踢 立刻踢 警告都沒有 怕什麼呢 怕我怕成這樣 我都說了不會封群的了 現在微信是不會封群的 而且我發的那些東西 在大陸是看不到的 因為這是微信的做法來的 因為這些 我們這些什麼敏感人物 這樣在海外發去微信那些 大陸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很搞笑 有些中國大陸那些人 出了來在澳洲 澳洲生活了很多年 他們那個 仍然覺得自己是生活在中國大陸這樣 天天看微信 那你沒辦法了 那你將來怎麼招生呢 你招生你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別人呢 說這些新生如果來報名 你不要亂說話 說話你就因著 那這個是實際情況 如果這些小粉紅 那些戰狼真的這樣做 我說回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呢 我是第一批香港學生去大陸的 讀新聞系 在香港 還有好像一兩個是澳門的 那我讀新聞系第一屆呢 有 其實整班呢 有兩個班 就有80人左右的 80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那些 大陸內地學生來的 那然後呢 就27個香港學生 一兩個是澳門的27個 有些學生讀了半年呢 最多一年了 已經忍不住了 走了 走了 所以這裡我提醒一下 我真的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有心想去報讀 就是中國大陸那些大學 喂 原來你在微信發錯了一段消息 就會被踢出群 我再說一次 如果你在微信群那裡 你發錯一段消息 說一些不對的東西 就會被踢出群 所以如果你說去中國大陸那裡讀書 你就要小心了 在澳洲都會發生這樣的事 原來 所以你說那些 小粉紅這種做法 對不對 嚇死人 你還說要 是不是幫你的武校去招生 你怎麼幫武校招生呢 你都是嚇死人 你不是幫武校招生 而是幫武校搗亂 搗亂武校招生計劃 那好了 說回一下 我當年 27個香港人 其中有一兩個是澳門的學生 就去中國大陸 第一批第一年第一屆新聞系 那半年啊一年啊 已經很多人走了 讀到畢業 四年之後畢業 剩下14個 包括我14個 而14個 裡面有5個 不是馬上可以拿到畢業證書 和這個學位證書 為什麼呢 理由就很多東西的了 很多 我講一下我自己的理由 不要說別人那些了 其中一個理由很有趣的 是說我是在同學之中製造思想混亂 在同學裡面製造思想混亂 哇原來我可以這麼偉大 我可以在同學群裡面製造思想混亂 喂你那些老師 那些黨委 廢的啊 你們沒有能力去矯正學生的思想嗎 你們不是洗腦 你們洗腦很成功的嘛 為什麼可以被林某製造思想混亂呢 所以只能夠證明你的學校是廢的 真的很搞笑 十四個熬了四年的 身為學生裡面 五個是畢業的時候呢 不讓你畢業 拿不到畢業證書 拿不到這個學位證書 所以這些我 那就是我如果不是被這個澳洲大學校有群 踢出來呢 就說你不給我面子 我又什麼要給你面子呢 那我就把這些說出來 其實我寫過的了 在很多年前我在香港報紙 又寫過在澳洲的中文報紙 我也寫過的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 我就再說了 你真的去中國大陸那裡去讀書 你要預料這些東西的 被人踢出來 你畢業都畢業不了這樣 五個香港學生 除了我之外 另外那四個可以寫悔過書 就是周庭他面對 國安就叫周庭寫悔過書 寫了不止一封 寫了N那麼多封 我們當時那五個新聞系呢 被留難的人呢 就說四個 其中四個都不包括我 你那四個呢 如果你肯寫悔過書 好 就會給你畢業證書 和這個學位證書 那那些就是 大家懂得做 那四個被留難的同學呢 有些人個別的 真是很聽話的 這些是蕭芬紅 被洗腦腦這樣 就寫過悔過書 說自己以後 一定會聽話的 這樣 將來還可以莫得鄧小平接見 我這些呢 就死不悔改的 我這些 我講回很有趣的 我當時呢 就被這個學系的副主任 那個主任呢 他其實跟我就 不是說太差的關係 但是 我當時我看到那個 那個系主任 我說 我們究竟怎麼樣 有什麼事啊 那個主任就說 那個副主任好像找你喔 這樣叫我去副主任辦公室 我去副主任辦公室 那個副主任呢就是 就是幫我監督我寫論文的 我寫的論文呢 那個題目呢就是 我原本寫的題目 原本的主題 就是中共 跟中國大陸新聞事業的異化 異化 那我當然是很有興趣 學馬克思那些新聞理論的 所以我就說 中國大陸那些新聞呢 真是異化了 不過呢 那個副主任呢就是監督我寫這篇 這樣寫當然是 怎麼會讓你畢業呢 那我後來就改了他 改了他 所以那個副系主任 他就說 好了 現在呢 你那個畢業論文呢 終於通過 沒有問題 不過呢 你在同學裏面製造思想混亂 製造思想混亂 所以呢 不給你 其實也不是說不給你畢業 因為你的畢業論文都通過了 總之就不給你畢業證書 不給你那個學位 學士學位證書 講完之後 我進去那個副系主任辦公室 就是 其他四個同學可以社會過書 我就連社會過書的機會都沒有 講完之後呢 那個辦公室是那個副主任 那副主任自己起來 走 離開了 因為我問他 那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他就走開了 不理我了 走了 不跟你講了 很有趣的 所以我再講這件事 那我就馬上說 都免得跟你講 那就走人 走 我不是說奔不了業的 所以呢 我其實 很反抖的 你不給我社會過書 連這個會過的機會都沒有 就是好像 我最近被這個澳洲大學校有群 被踢出來 這樣一樣的 連我 我發錯了 在微信發錯了一個訊息 那你連給我道歉的機會都不給我 這樣 這樣就踢走我 那我就當年呢 哎呀馬上就在大陸就回到香港了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抓我 就是好像周庭這樣 是啊 你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隨時會可能被捕的 因為我很記得呢 我當年在大陸呢 我就看到 哎呀有一幫香港的大專學生 就去大陸 那然後呢 就 過海關那時候 就被海關 中國大陸那邊的海關 扣留了 就說呢 他們涉嫌呢 是不是去到中國大陸呢 是不是接觸些什麼人啊 接觸些民運人士 做了些什麼事情 這樣 懷疑他們 然後過海關那時候 扣留了他們 所以我當時呢 我都很害怕 哇 會不會又扣留我呢 還得意喔 我當時講一下呢 我 就是買那些火車票啊 買火車票啊 買火車票啊 由大陸回到香港啊 是由學校 大學裡面統一去購買的 那買回來呢 咦 為什麼人人坐那幫火車呢 就是7點多 8點多的火車 唯獨我 那張車票 跟大家不同 和其他人不同喔 和其他人不同喔 人人都坐7點多8點多的火車 我就比我下午1點多的火車 我就看下 剛剛我看完那些 香港大專心被海關扣留 會不會輪到扣留我呢 不要搞啦 我不坐那幫火車了 馬上快手快腳快點走快點鬆人 所以說一下這些東西 所以我今天一看周庭的社會過書 由我當年 我那些香港第一批學生去大陸 已經是要面對社會過書這件事 到周庭說 周庭說今天你都不知道明天遲 你走不走得掉都一回事 所以這些我是撤身體會來的 除了說我們那幾個香港學生 當年是受到留難之外 還有一些是在中國大陸本地的學生 都出了問題 最典型的有一個學生是廣州的 他在實習 他都沒有讀讀畢業 實習就是畢業之前幾個月去實習 因為他寫了幾篇稿就給香港的七十年代 當時叫七十年代月刊 後來改了叫九十年代月刊 就是李儀的 那就被在大陸的公安抓了 抓了去坐牢 坐了不知道半年還是多久都不知道了 然後後來放了出來後來又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抓了一次 這些真是的 大陸就是這樣 現在香港人面對的情況 真的香港已經大陸化了 你看看這些香港警察 香港國安所做的事 根本不是香港的傳統的做法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將中國大陸那一套搬去香港 將香港變成大陸化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已經變成一個大陸小漁村 我今天已經講長了這個時間 說多了十分鐘了 不過說這些都提醒一下大家 現在周庭的經歷 和我當年的經歷 我的大學同學的經歷 其實真是歷歷在目 當年以前發生的事情到現在 好像說當年上海解放 然後當年上海就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來的 好像香港九七前那樣 解放之後上海就變成怎樣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今天我看到習近平 看到希望將這個上海變成 是不是可以取代到香港的國際城市的位置 本來上海就是好過香港很多 在49年之前的上海 但是一落入了中共的手裡面 整個上海就變成這樣了 你好成怎樣呢 跟著現在輪到香港變成這樣了 變成一個小漁村 恢復到小漁村 好了 謝謝大家